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您忙 他本来是一个学计算机的人 然后慢慢去金融学 金融学又回到去历史的研究 人类学的研究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 或者一个学者 一般的人来说 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中最没钱的时候 但是呢 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 所以这种矛盾呢 靠什么来解决 就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那肯定还是要通过金融产品 把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收入 进行重新的配置 我以前在很多场合 包括一些书里面也谈到过 不管是资本市场 还是一般的金融市场 从他们一开始出现了 首先是为了自由社会里边的自由人 提供一些工具 金融工具呢 就恰恰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提前安排好未来 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 这些各种不同的风险 那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 灾荒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 保持你个人的自由 保护你个人的权利 同时呢 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严 不至于第三下次的求助于别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是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香港 包括本地香港人 他觉得这个城市是被巨大的金钱做统治的城市 就是说金融既可能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掠夺的手段 就是都这两者是并存的嘛 就是你对您来说 这种实现个人自由过程中 这个经济自由到底展 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呢 他在做这种讨论思考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必须的要承认一个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就是现代经济 离开金融是不行的 就现代经济跟那个原始社会的经济 这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呢就是 什么一拍什么 不让拍吗 这是公共场所 要生气 那好吧我们走呗 人儿不好意思啊 挺好的 就是金融的发展突然被打断了 时候你什么要回去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大概五四点一起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是很大 嗯 二十三岁 第一站呢是在那个苏黎市 我们当时坐在那个一个小巴上面 嗯 然后呢那个车啊就是 每隔一会儿过一会儿 他就停一下 每过一会儿又停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周边也没有人 也没有别的车 他为什么这个过一会儿又停一下 过一会儿停一下 因为我们在中国到那个时候为止 还没有那个习惯 就是红灯和绿灯的那个区别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哇这个是效率多低啊 是吗 哈哈哈哈 没有人也没有车 为什么还要停停下来 嗯 这个事儿是让我后来一直很多年 嗯都没有忘记的 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遵守这些规则 然后让我当时这样的第一次走出中国的人来说 就觉得很不自在 这个规则问题就开始 就等于埋在您心里开始想那些问题吗 什么时候你开始想明白了啊 原来是这样的规则反而是有效率的 这个是很多年吧 嗯 因为坦率讲 就像我现在我还在具体的想怎么更通俗的解释这个东西 解释这个这个这个人类的历史演变 嗯 因为原来这个社会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次序都是没有的 嗯 因为本身的话就世界的人口啊 有几万年的时间里面 嗯 大概只有几百万个人啊 所以这个这个地球这么大啊 所以这几百万个人随便散布在哪里 都是啊 用不着这个分为把各个东西分成为你的我的 他的资产是不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 嗯 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啊 从原始社会开始 进入了定居龙根了以后 走出这个龙根社会啊 慢慢转变到这个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间 嗯 不要建立啊 各种次序的挑战是很大的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就这种 我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跑几十公里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嗯 这就是经济学这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这个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人的行为的核心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了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嗯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啊 嗯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嗯 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 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啊 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嗯 就是按照生产力 嗯 是唯一的判断 进步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是停滞的 几千年都是停滞的 嗯 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呢 实际上原有不止是这样的 嗯 人类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呢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的努力的 都是围绕的一个方面 嗯 就围绕的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让我们呢 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这个产出的这个背景之下呀 嗯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啊 嗯 可以更高 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呢 嗯 这是人类啊 这个文明化的啊 进程中间 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 这样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 西方社会呢 经历了啊 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创新啊 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的 有这个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你说这样一个进程 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怎么没出现过吧 你看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 啊 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 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 顺个来说 就是因为 我们中国人靠这个 这个孔家店 我们讲的养子房老 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啊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宗族 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 我们一起要分摊 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 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 小孩上学也把你管念 红白喜事啊 儒家文化支持建立的 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 足够好的安生利命的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 都可以靠族人提供那个帮助啊 就使得中国社会的 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就这因为那个孔家店 给我们中国人啊 一直是提供那个安生利命的保障 就让我们就不愿意去 对那个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让那个儒家文化 对我们面对的没有个人啊 没有权利的这个体系啊 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 原来的话做计划 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山到摇篮 很多的人呢 可以靠这个国家 后来的话 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裸了 又让我们中国人又留念 留念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所以这个这个捆绑 那个搅和在一起以后呢 到最后的话 没这个外部冲击力发生的时候 这个死局啊 是走不出很难走出来 那你觉得经过这个二十世纪的动荡 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来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好漂亮 对 您现在香港说 又特别有意思 又是孙正山开始革命的地方 又是中国近代金融开始的地方 对 孙正山是香港大学的 是啊 港大最早学生 对 这还有 来您请 这两年在这真的工作了 然后置身于香港 这么一个金融跟历史结合的 卢比斯紧密的一个城市 您觉得这个地方的理解 跟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很难忘记自己的职业的习惯 因为特别是又去了澳门以后 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一个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 让我们去看到 就为什么人类社会 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我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文化是什么 包括这种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后的地理文化性也好 您觉得这种不同的系统 对金钱的这种不同的特性的这种改造 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方面的经济史 料化历史研究很多 就是对比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社会跟新教社会的差别 然后重点去挖掘出来 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那些社会 以新教社会为主 当然这个里面解释很多 其中一个解释的话 是跟这个借贷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证据 明显的告诉我们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在今天的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 到埃及那一个所谓的 新越沃土的那一带 当初那个陶片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 都是一些借贷 谁欠谁多少的 那个钱的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就说明五千年以前 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借贷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从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个公元十六十七世纪 那个金融的发展就基本上停顿了 四千五百年左右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原因呢 就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写下的 这个不同的关于人世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样相处 尤其是旧约全书里面的生命记呢 有有几段的就谈到了就关于借贷的问题 嗯 就如果你把钱借给朋友 啊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嗯 但是呢 如果你把钱借给 strangers 借给陌生人 那么你就是可以收利息 嗯 但是呢 后来基督教这个解释呢 就是讲到的这个 那个 strangers 陌生人指的是敌人 嗯 也就是说 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 嗯 可以收利息的 给所有其他的人 嗯 做放贷 做金融交易 用钱赚钱的话 这是绝对是禁止的 嗯 人类社会发明了货币 货币他只是一个没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没有生命利益的 嗯 一种支付工具 然后用钱拿去 再去生钱赚钱的话 嗯 这等于让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怀孕 生小孩一样的不自然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钱赚钱的话 那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自然次序的这种安排 所以呢 所有的利息 都必须得禁止 嗯 moisturizer 谢谢大家